不过今年回娘家说到大阵仗恐怕没有人可以拼得过这户张姓家族了 在台中的太平这户张氏家族每年初二的时候都会召集各地的子孙回老家来过年吃团圆饭 今年一共有600多名的子孙齐聚一堂 年纪最大的是96岁的 最小的才出生一个多月 六代同堂呢席开将近了60桌 可以凝聚家族的向心力充满了浓浓的过年气氛 小曾孙们排排站要跟阿祖赫年讲吉祥话 96岁的阿祖听得可高兴了 开心地把小曾孙女抱进怀里 每年大年初二是张氏家族团圆聚会的大日子 散步在各地的子孙们回到祖措齐聚一堂 家族成员边吃饭边聊天 台上还有人唱歌表演助兴 太平张家共有600多位子孙 年纪最大的阿祖96岁 最小的是才刚出生45天的小宝宝 六代相差一世纪 家族成员中有经营巧克力工厂的老板 特地还准备了自家产品当成伴手礼 而为了每年一次的家族聚会 就算有的已经移居国外 还是不远千里回来 尽管吃饭还得分成中午和晚上两场 但这浓浓的团圆气氛 在现代化少子的社会中 可真是难得一见 多森新闻蔡姓章 蔡灵汉 陈惠美SNG小组在台中采访报道